中山都部门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 根据国家、省的工作部署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教育和体育局、农业农村局决定自2019年9月下旬开始 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两个半月的食品安全问题联合整治行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整治食品安全领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聚焦群众关切 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牵头负责、相关部门配合 解决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和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问题 三是突出重点品种及重点企业紧盯生产经营肉类、动品、农产品等大型专业市场 保健食品生产加工和可能用于非法添加的生物制品企业等食品安全高危场所、企业等